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想拍一條比較家居的影片 在我的頻道是第一次出現的 就是我的整理房間系列 其實系列是否不應該這麼說呢? 因為應該只有這一條而已 我房間一直都有一個位置 就是禁忌之地 我媽媽每次經過看到 都會嗨聲嘆氣 然後我就會避開她的眼神 所以今天這條影片最感動的 應該就是我媽媽了 事不宜遲 就讓大家看看情況有多嚴峻 大家有沒有被我嚇倒呢? 是否想不到我房間竟然有垃圾桿的角落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件事會慢慢累積地發生 成為這個景地 其實我是一個處女座 代表處女座有什麼? 潔癖、整齊、乾淨、整潔、井井有條 這些全部在我身上都找不到的 我是一個疑慮 今天就要清理這個案發現場 大約會有什麼呢? 就是每一天我回到我房間 買了什麼、收到什麼 那些東西呢? 我全部的袋子、衣服都會放在這個地方 所以慢慢堆下堆下 就變成這樣了 大家第一個看到的就是這個背包 這是一個我每個星期都會揹進去長洲 和揹出來的一個背包 連上潤唇膏的話 這裡總共有11枝的唇膏 就是我帶去長洲的量 因為我有鼻敏感 所以每一個袋子都會有海量的Tissue 然後就會有些衣服的耳環項鍊 努力點收拾好它 不要說那麼多廢話 雙眼皮膠水 但是我的雙眼皮不是黏出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 在袋子裡面 應該放了很久很久很久了 然後袋子裡面其實沒有東西 因為通常帶一些髒的衣服 回來就會拿出去洗 然後地上就有一些護膚品 例如之前收到試用的水光槍 但是我還沒有時間試 這個就是上網買的 EURO BEAUTY的套裝 我看到很划算 188元有很多不同的面膜 但是試完不同 兩三款之後 我就覺得一般 不太喜歡很喜歡 然後就有一個很重的紙袋 重到已經爛了 這個就是之前拍攝眼影collection 我說撿了出來說不要的一些眼影 就放在裡面 但是我還沒有時間去處置他們 裡面有極度多 哇 掉了很多 哇哇哇哇哇 對 Anyway 今天就應該會處理下去了 然後地上就有一張單 就是我買一些按摩的package 多久之前的了 六月了 現在十月了 然後就有小袋子 然後就是放狗袋子 我平時放小袋子 就是背著這個袋子 放小袋子有什麼呢 就會有一支水 去完大小便 用來沖一下 然後就有濕紙巾 那些狗仔用的濕紙巾 然後有個錢包 有個狗繩 咦 小袋子亂入了 Hello 撿完那裡已經好像少了一半 我們繼續 然後就是我最近 對 新鮮滾熱了 昨天買回家 就已經在垃圾缸出現 這兩件東西是在阿布泰買的 一個是鋼蚊水 它很大股的香茅味 好像很好用 然後就是一個粥貼 我看到它18元有10片 就嘗試一下 之後就有一個Chanel紙袋 之前買粉底 粉底片出了多久呢 沒錯我有味道 其實我自己很喜歡留這些盒子 但是呢 這些盒子又沒什麼用 Anyway這個盒我都會放在他們原本一齊的位置 對了 先貴回一個家庭 唉 我已經很累了 接著呢 就到下一個袋子了 這裡就會很明顯看到我外出是用什麼的袋子 這個就是之前介紹過Charles & Keith 我一個非常喜歡的袋子 那次就沒有用到一條背帶 所以呢 背帶拆出來在地上都會找得到的 接著就到一個背囊 之前拍過片的 這個背囊我覺得很可愛的 背出去的時候又放得很多東西 所以我經常都會用到的 裡面就有一些飲品 飲品 飲品 還有飲品 其實呢 我這次收拾完之後 我想過藥乾時間 這裡都是會亂的 不過Anyway 我都去到一個自己頂不順的位置 就一起跟大家拍片整理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究竟我是有多亂的 好 另外一個袋子 之前就在IG STORY IGTV那裡拍過的了 這個呢 應該可以先放進去 因為現在轉了天氣 秋天我覺得 就不太喜歡用這些 塗袋 這個就真的可以放在一邊 好 接著有頂CAT帽 然後 有一件西裝 這條裙子 還有一條格仔裙子 這個是之前拍片的時候 拍完回來 就這樣放在這裡 啊 接著之後 有一件衣服 這些全部拿去洗 好了 我們終於由小山優變成一個 小平原的感覺了 嗯 有時候就這樣了 接著就有一個塵袋 這個 不如就放剛剛 Charles & Keith的袋 接著這個呢 就是一個 紫色的小手袋 我在一些IG購買的 我覺得它很夢幻啊 這個袋子 其實都ok的 用來搭配衣服 那裡面 毫無疑問 又有紙巾 還有一個 POTABLE 終於有些不同的東西 好了 接著就到一個 BURSKA 或POO & BEAR 買回來的袋 裡面有濕紙巾 還有一枝唇膏 好 然後呢 就有一個 網網袋 這個夏天我都會拿出去拍照 但是呢 它爛了 底部 看到有些鬍鬍鬍出來 所以呢 這個袋 今年就會 要 接著 就有一個 GoPro的浮水棒 這個帶回到長洲 接著 就到這個袋 這個袋 就是去年買的 我的AirPods 頂殼 我終於找回了 我已經不見了很久了 那套的頂殼 耶 有個餅乾 回來了 接著呢 就到 這個是 Chopper的和服 先洗掉它 好 然後就是 泳衣 哈哈 這個是AirSpace的泳衣 我之前是想拿回來 給朋友試一下 尺寸的 但是呢 朋友未見 我就把它放在這裡 接著就到一個腳架 平時如果大家看到我煮東西吃 或者放在桌面拍照 就會用到這個腳架 我今天的目標是要清潔 這裡 接著 之後 有一個Himi的紙盒 我要拿回裡面的東西出來 接著呢 就有一個透明 好下日用的袋子 秋天和冬天 應該用著 接著呢 就有這頂 Seloopy的 魚膚帽 它也是在地上 好了 接著就有一個 環保袋 對了 這個就 咦? 爛了 咦? 可以丟掉了 接著呢 就有一個 酒瓶 大家不要誤會 我不是喝醉 放在這裡 這個酒瓶 是我特意放在家裡 就想跟大家推介 本來就是想著 9月最愛的時候說 但我忘記了 一個Toe bag 其實我經常上街都會用Toe bag 這個腰包 是我用來跑步用的 裡面 也是有包紙巾 還有一頂Chopper的帽子 是不是很可愛 不過夏天完了 就不搭 就放在Chopper的三堆裡面 地上就有無限多的垃圾 後面有一個化妝袋 這個化妝袋之前 就在公司拿回來 打算更換一下 更新一下 還有洗一下 就一直放在這裡 然後呢 就到這個 其實我是極度喜歡這個袋 但是 要扔掉了 它已經爛得很厲害了 然後就是我做事的這個Laptop 其實我會放在這裡 因為本身它真的在這個位置 然後就有這個盒子裡面 就是我的角蛋白 那個套裝 有一個吉樁 對啦 一個卸妝油的吉樁 這個要放在空瓶記草的袋裡 因為在長洲拿回來的 然後又有另一個迷你袋子 我剛才有綠色 現在有一個黃色 好了已經清了八百九九了 地上還有兩個盒子 就是一些我平常會用的食物 有時候他們會在櫃裡面 但是如果我太常用的話 就會在這裡發現了他們 然後地上還有Chopper的雨衣 是不是很漂亮啊 如果下毛毛雨的話 我會照樣帶它出去 但是會穿著雨衣 然後有蚊蚊膏 有一個泰國蚊膏 超級無的好用 然後有一個minion的小袋子 它裡面是一個環保袋 但這個環保袋在哪裡呢 然後就是這個很漂亮的Laptop 我放電腦出街用的一個套 是我呢 和我男朋友 和Chopper一樣 另一個的環保袋 這個貼得這麼漂亮 我就不打開了 這個 很大襯 這個袋裡面有些什麼呢 就是我本身九月呢 會去跑馬拉松的一個選手吧 就是Kakao Friends 好可愛啊 這個我也會繼續放在這裡 因為如果不然 我就會忘記了把它放在哪裡 地上還有一雙布 之前拍片的時候 穿過的一雙深色的皮布 我就放在這裡 現在可以放回鞋櫃了 還有一個Portable的黑衣服 然後有兩個文具板 然後呢 就有這個Portable的行李帶 對啦 我也不記得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 總之就 對啦 放在這裡很久 然後我的Tory Bridge的卡住 也是在地上找的 因為有時候 銀包轉卡住 卡住卡住 轉銀包的時候 也是在這個地方進行 好 我這個地方算大致上收拾好了 還有我背後 這兩個都一個重在區 首先呢 就是這個袋裡面 其實就是一堆無限量的化妝品 然後後面呢 就有我的iPad 一些口罩套 一些如果不常用的飾物 我真的沒有什麼保存它們 但是呢 這個牌子是Anna Louisa 之前合作過的 它的飾物 真的放在這裡幾個月 是完全不會變色 不會氧化 都是保存著 是金色的 一堆的皮膚 對啦 這個袋是放在一些之前 在澳洲買回來 但是又未開來用的 皮膚 有很多忌廉 我在地上還發現了一個很可愛的狗仔 車背袋 我在長洲買 是一個香港品牌 來的 好了 我的地板呢 現在終於突然天日了 希望大家也喜歡看這一類型的整理影片 也都希望大家不要對我大跌眼 但是原來我是一個這麼混亂 其實不混亂的 我是亂中有罪 我絕對知道剛才的小山優 裡面大約是有什麼的 這條片 除了大家可以看到我整理之外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日常會用到什麼的袋子 我現在就要收拾好所有的袋子 化妝品 護膚品 還有垃圾等東西 所以這條片在這裡完結了 如果下次大家都喜歡看這一類型的整理影片的話 還有衣� 差不多換季應該都可以開始整理一下衣� 給我一點意見 不要罵我 我已經被家常常說我了 所以我也有立刻做事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讚 我訂閱我的頻道 每個禮拜都下載兩條新片 每個星期都下載兩條新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我的房間 重見天日了 初陪你都很開心 是不是 在這邊